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于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那就是女性健康初创公司Maven Clinic的最新进展 这家公司刚刚完成了1.25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达到惊人的17亿美元 这在女性和家庭健康领域中 可谓是一个里程碑 Maven Clinic自2014年成立以来 不仅致力于提供整个生育生命周期的虚拟护理 还成功地成为美国首家 达到独角兽地位的女性健康初创公司 其背后的支持者包括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和大牌明星 凯特·莱德CEO的愿景是 通过数字健康解决方案 让每一位女性在怀孕、产后及更年期阶段 都能获得所需的支持 随着女性健康话题 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Maven Clinic迅速成为焦点 特别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 后该公司站出来帮助雇主填补护理空白 这不仅是商业的成功 更是对女性权益的强烈呼声 然而随着行业的发展 市场的挑战依然存在 凯特·莱德也坦言 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 他的目标是让Maven不仅成为一家成功的公司 更希望能够推动政策的改善 让每一位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医疗资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聚焦一个在女性健康领域 引起巨大关注的初创公司Maven Clinic 最近Maven Clinic完成了一笔高达1.25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达到17亿美元 这使得它在数字健康领域 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Maven Clinic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致力于女性和家庭健康的初创公司 提供涵盖整个生育生命周期的虚拟护理服务 无论是计划怀孕 怀孕中 产后甚至进入更年期 Maven Clinic都为女性及其家庭提供了一个支持平台 其首席执行官凯特·莱德·Kate Reiter 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她之所以创办这个公司 是因为她观察到 朋友们在建立家庭过程中 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在她的领导下 公司已经筹集了超过4.25亿美元的资金 Maven Clinic目前通过与健康计划和雇主的合同 覆盖了约1700万人的生活 这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企业 如亚马逊 微软和AT&T等 凯特·莱德强调 在数字健康领域 尤其是专注于女性和家庭健康的初创公司 Maven是美国首个达到独角兽地位的公司 在投资者方面 Maven Clinic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风险投资公司 如General Catalyst Sequoia和Oak HCFT 也不乏一些名人投资者 如奥普拉 温福瑞 明迪 卡林和瑞西 威瑟斯鹏 Maven目前专注于其产品发展路线 希望最终能上市 2019年到2022年 Maven连续入选 CNBC Disruptor 50名单 显示出其对行业的影响力 女性健康 尤其是女性生育健康 成为了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热点话题 凯特·莱德表示 Maven愿意与任何政府 分享数据和政策观点 以推进女性健康领域的发展 在2022年 美国最高法院 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维德案 这项裁决 引发了全美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Maven Clinic迅速成为焦点 公司帮助雇主 应对这一裁决带来的医疗护理空白 在这一背景下 Maven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通过允许报销跨州旅行费用 来帮助需要护理的患者 凯特·莱德在博客中称 这一裁决是 美国医疗保健的灾难性倒退 并指出客户可以利用Maven Clinic 来填补这一空白 数据显示 在这项裁决后 关于怀孕人群的旅行福利 和医疗保健的兴趣显著增加 此外 在德琴的报告中提到 2022年 女性健康公司的风险投资增长了5% 而同一时期的整体健康科技市场的风险投资 却下降了27% Maven Clinic的出现 不仅仅让女性健康的数据可用性有所改善 而且也推动了政策的潜在变化 尽管如此 凯特·莱德对当前的信息环境表示担忧 指出随着护理获取受限 可能导致更多可预防死亡的情况 这些情况的出现 促使Maven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和数据 帮助描绘和改善政策 Maven Clinic的故事 不仅仅是商业成功的一个杰出案例 更是一个关于女性健康和权力的强有力呼声 在这顺心万变的时代 Maven Clinic正努力成为女性健康领域的先驱 为每一位女性提供所需的支持和资源 从商业角度看Maven Clinic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市场中 她抓住了巨大的机会 随着女性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Maven Clinic凭借其创新的数字健康解决方案 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投资者的支持到市场的需求增长 都表明Maven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然而 从社会角度来看 Maven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 在一个女性健康权利受到政策影响的国家 如何保持企业的中立性和影响力 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Maven需要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这不仅关乎企业的未来发展 也涉及到对女性健康的真正贡献 无论如何 Maven Clinic在女性健康领域的崛起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她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 更重要的是 她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女性健康的广泛讨论 随着未来政策环境的变化 以及市场对女性健康关注的进一步增加 Maven Clinic无疑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我们期待看到 Maven如何继续引领这一领域的发展 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和支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 Maven Clinic 以及女性健康领域的发展动态 敬请期待下期的华尔街股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哇 Maven Clinic 使女性健康成为焦点 这简直是女性健康界的一次革命 女性健康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 如今随着Maven这样的公司出现 情况正在变得更好 现在有数据支持 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哦 拜托 楚天书 你真的相信这些公司能带来那么大的改变 这只是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罢了 资本家们看到女性健康有利可图 就蜂拥而至 我们不能指望她们真的能改变什么 哈哈 谢琪琪 你这么说太悲观了 看看投资者名单中有多少是女性 像奥普拉 温福瑞 宁迪 卡琳 和瑞西 威瑟斯鹏 她们都是真心关注女性健康的 这可不是单纯的商业冒险 而是一次社会运动 哎 楚天书 你也太天真了吧 名人投资并不代表她们能真正理解或解决问题 没份可能有好的初衷 但面对庞大的市场压力 最终还是的向资本低头 想想看 健康领域的问题不仅是资金问题 还涉及到法律 政策等方方面面 哎呀 谢琪琪 别这么灰心嘛 Maven Clinic不仅仅在商业层面取得成功 她还推动了法律和政策的改进 看上去 在罗素维德案被推翻后 Maven积极参与讨论 影响力不可小觑 而且提供跨州旅行报销等措施 这样的支持已经大大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 你想得太美好了 楚天书 思想先驱暴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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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